首先我说呀,这个所谓强迫这一词啊,是纯属抹黑 那么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护公民的劳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 近年来,自治区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多渠道扩大农牧民的就业 主要措施呢,有以下几条 一呢,是调整产业结构与增加就业岗位并重 通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政府投资项目等多种渠道 带动和吸纳农牧民就业 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碳汇经济 带动群众绿色就业创业 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零就业家庭持续动态清零 二是完善就业服务和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并重 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创业登记制度 将农牧民工全面纳入城镇就业登记范围 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 职业指导求职登记等服务 积极推行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对象为16周岁以上的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城乡劳动者 在制定培训就业计划的时候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需求 培训的项目 培训的方式和培训的机构 都由城乡劳动者自主选择 三是鼓励农牧民自主创业 自谋职业 为帮助农牧民实现就近就地的就业 我们鼓励本地的企业吸纳当地的农牧民就业 结合工作需求和劳动者实际 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同时各地市还依托在其他省份建立的就业服务站点 帮助农牧区赋予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 主动关心农牧民在吃饭住宿往返 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需求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